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素有江河之源的美誉 这里的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 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在青藏高原众多的野生动物中 西藏棕熊处于高原生态链的顶端 没有自然天敌 堪称王者 一只藏棕熊在山崖边上休息 它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 藏棕熊通常独来独往 眼下正值夏季 为了避免高原强烈日光的照晒和蚊虫的叮咬 藏棕熊白天都不怎么活动 一般只在晨昏或夜间才外出觅食 太阳一落山 天色随之变暗 温度也很快降了下来 棕熊也准备要下山了 藏棕熊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 为了抵御高原严酷的气候 藏棕熊的毛发都特别长 它的喉部至肩部 有一大片乳白色的环状色斑 这是区分藏棕熊与其他棕熊亚种的明显特征 在藏棕熊经常活动的区域 有一座寺庙 这座寺庙的僧人收养了几只流浪狗 每天晚饭后都会把剩饭留给他们吃 西藏棕熊的听觉和视觉比较迟钝 但是嗅觉十分灵敏 在顺风时 隔着两里地 它都能闻到寺庙里剩饭剩菜的香味 藏棕熊是以食肉为主的杂食性动物 每天要游荡很远的距离找吃的 如果没吃饱 就会惦记起寺庙门口那个流浪狗的饭盆 藏棕熊来抢吃的 流浪狗们自然不愿意 最开始仗着自己队友多 经常会和藏棕熊对峙一下 这么一来二往 彼此也都熟悉了 每次见面 习惯性地嚷嚷一下也就算了 棕熊经常不请自来 也让寺庙的僧人有些紧张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他们在寺庙的周围 加了很多防护网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僧人们始终没有驱赶过藏棕熊 更没有伤害他们 虽然经常照面 藏棕熊对寺庙的僧人也从不攻击 几年过去 彼此都适应了对方的存在 藏民族虔诚的宗教信仰 具有一种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这种朴实的伦理观 也蕴含着爱护自然 保护自然的思想和理念 只有在这一方神圣的净土 才能出现 人与猛兽和谐相处的 神奇一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